OK有沒有,這就是嗡嗡蹦,直接暈眩 哇兩千多,超級痛 真痛得沒天理啊,真的很猛啊 這下面是怎樣,三個地雷 一個人就被手條路了 這地雷真的好厲害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士部招生 今天這個影片算是有點提前有點過早 但是我其實還挺興奮的 因為我居然可以在這次的活動 就是國際服的沃倫德姆的伯木當中 玩到這隻角色,其實讓我還蠻挺訝異的 對,那至於那隻角色叫什麼 待會我們見真章 影片開始前,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漏掉接下來每部用甘子樹換來的影片喔 另外如果你喜歡無刻玩遊戲 想看無刻的玩家怎麼打各種高進度的話 那懇請訂閱我們內文的副頻道 好,今天要跟大家展示的角色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良心 我覺得沃倫德姆德伯木這個活動真的挺良心的 他招力戰的突擊模式 對,雖然說只能用固定的隊伍 但他固定隊伍給的成員 我覺得都好厲害喔 真的都超厲害的 好,OK 哇,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展示一下 打Biu這個角色 其實薩克對這個角色一開始他登場的時候 其實我是對他沒有什麼感覺的 覺得說就是個會放定時炸耀的小妹妹 對,但是 後來呢,他後來好像陸服把它出成限定角色 就是限定卡池才能湊得出打Biu 我想說哇,這角色有那麼屌嗎 有屌到就是說會限定會絕版嗎 結果我在這次的活動 就是這個活動當中 我試玩了他之後才發現 哇,他好棒喔 對,他好棒喔 好啦,就是 其實薩克不太是強度檔的玩家 應該說如果是有趣的角色 然後也不要太弱 弱得很誇張的話 基本上薩克都會非常有興趣 喔,對了,今天的這部影片 我順便連伊商一起講吧 因為台服的那個信用商店 欸,不是信用商店啊 對,那個 採購品證 是嗎?採購品證嗎? 不管啦,反正就是那個什麼 紅票商店啦 對,我們就講紅票商店喔 會更新伊商這個角色 欸,剛好呢 這一關有免費的伊商 而且是金額的伊商給你用 所以呢 好,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一次展示 W跟伊商給大家看吧 好,我們來 薩克稍微做了一點功課 對,我去PRTS看了一下 就是W的技能 我發現這角色頗厲害的啊 真的,我個人覺得很厲害 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喔 這只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就是大佬要編的話 編小的一點啦 這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他的天賦技能呢 就是天賦1號天賦呢 他在戰場上停留10秒之後呢 他又獲得40%的物理和法術閃避 而且不容易成為敵人的攻擊目標 所以他相較於其他的巨型幹員 他其實是獲得了一個非常好的防護力啊 自保能力非常的好啊 對,自保能力非常好 然後那時候我後來看到他的第二天賦 就是落井下死 攻擊法輪的敵人如果有被暈眩的話 受到物理傷害會增加18% 哇,超厲害 我們就姑且不談你是歐洲人 可能抽不到潛能武 那增加18%我覺得就已經很屌 因為W是物理群攻狙擊嘛 對,然後他本身物理群攻狙擊的攻擊力就已經很高了 那被增傷18%我覺得 哇,這是個非常厲害的BUFF 然後我後來發現 為什麼他只支援暈眩的技能呢 後來我往下看他的技能 哇,他的每一招技能 通通都會暈眩 通通都會暈眩 他的第一招技能呢 就是會發射一枚榴彈 對,然後碰 然後直接暈眩目標 我覺得這招感覺就是倍率高 但是沒有很吸引我 就是太普通了 可是他的第二招 對,驚嚇盒子 沒錯,他的第二招驚嚇盒子呢 就是這一次 對,這次是關卡中展示的這個招式 我真的覺得這招式帥爆了 他是埋一個克萊默的反人員地雷 對,然後人家經過的時候會爆炸 然後會暈眩 很帥啊好不好 然後剛好沃倫德姆的活動 有迷眼啊 還有大部分的敵人 除了那個...除了法師 法師好像沒辦法暈眩吧 對,其他敵人通通都會被暈眩 就覺得 哇,這個角色控場能力好厲害喔 他好會控啊 真的,只要炸到就是直接暈眩耶 這...哇 這暈眩 暈眩這個屬性 真的在明日方舟給我的感覺就是超強 就是基本上被暈眩就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這超級厲害的 就很吸引我啦 真的非常吸引我 尤其是在方舟就是... 因為方舟絕大多數的狙擊幹員都是拿弩啊 對,都是拿弓啊 那...很少有幹員是拿現代的熱兵器 那除了像能天使拿的是V充啊 然後解析卡拿手槍之外呢 然後像允星 允星其實也是拿十字弓 只是它是用爆炸箭頭 可是後來換了一個造型之後呢 它有就是有點像是空爆榴彈的武器 那就很帥 可是打Wu這個角色呢 根本就是這個遊戲裡面的 就是...我覺得它就是個移動式軍火庫 它拿著那個流彈炮真的是帥到煩掉了 就是超級無敵帥的 好,然後它的三號技能呢 就D12 就是...如果你有玩過的就是前面 就是伊之吉的章給打Wu 就Wu還在敵人還沒有叛逃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你的幹員手上... 身上會被裝一個定時拉藥 就是引爆之後呢 對,就很痛嘛 欸,剛好D12這一招在... 實裝它的... 就是它上倒之後呢 也有實裝這個技能 這個技能就是會讓敵人會暈超級久 嘿,超級久 就...哇,很吸引我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角色... 哇,莫名其妙的吸引我 而且它的後勤技能呢 哇,會增加狙擊幹員的專精技能的訓練速度 而且增加的非常的快 訓練速度會非常的快 果然一直移動式軍火庫 好啦,OK 砰 打Wu懶趴了 對,差不多就講完了 總之這隻角色挺吸引我的 對,非常的吸引我 而且這隻角色將來如果他台服出了我一定會抽 就帥 姑且不論他現在強不強 但這隻角色給我的體感就是好的 他就是帥好不好 非常的帥 非常的吸引我 那如果你今天喜歡像是這種 欸,就是大規模群攻啊 又魚炫啊 又拿榴彈炮啊 然後就是這種就是壞壞性格的女生的話 那你也可以抽打Wu好不好 超帥的 好,OK,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直接進入實戰吧 因為剛好這個活動 對,就直接給我們這一整套陣容可以玩 而且還不弱 好,我們就實際玩一次給大家看吧 OK,開始吧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真的良心 真的,他的突擊模式就是 這兩關啦 這兩關遭遇戰 他可以給你自己預設好的隊伍 讓你不用去練 對,我覺得很棒 而且他給的幹員真的都不弱 超級不弱 喔,開場就有傑哥耶 哇,傑哥站在這邊好可憐喔 被炮來打真的是 好,我們開場先下我們的德克薩斯同學 對,讓他的劍羽來搶費用 其實薩克 不知道耶 我可能練完一些玩具之後呢 我應該就是會專心的來練德克薩斯 因為覺得他的劍羽的搶費能力很強啊 真的,我覺得我玩具練太多了 我玩具真的練太多 我接下來要開始練一些比較正常一點的角色 不過這樣感覺好像就不太像是薩克的風格吧 好,OK 那我們趕快下了白咕咕 不然傑哥會被打死啊 這邊呢,我們下領冬 對,我們下領冬 放在這個地方 只要淘淨堂的技能一好 我們打開淘淨堂的技能 之後呢,這一關的W呢 有兩個地方可以放 對,有兩個地方可以放 一個是放這裡 另外一個是放這邊朝上 放這邊朝上的話 就是可以... 這邊的壓力會比較小 但是放這邊的話 就是這邊的壓力會比較小 因為W,我覺得W真的超級厲害的 那我算這邊好了 這樣比較可以讓大家看到 他那個人緣殺傷雷長什麼樣子 OK 啊,這麼多敵人全部過來 開個箭語吧 全部暈眩 OK,有沒有 這個就是 直接暈眩 哇,兩千多 超級痛 就是痛得沒天理啊 真的很猛啊 好,這邊這個位置呢 就是小火龍專用位置 喔,這一關小火龍是帶三號技能的耶 哇,給大家展示一下 其實很少人會帶小火龍的三號技能 蠻稀有的 對,蠻稀有的 好,這邊呢 我們趕快幫他下一個 對,荷爾末放在這邊 不然小火龍都被打死了 然後傑哥在這邊其實有點危險啊 然後下面基本上有W在撐 應該是不會死 好,我覺得呢 我放個 對,我放個 小企鵝 放在這邊 好呢 然後開個技能 對,不要讓傑哥死掉 開個白姑姑的技能 白姑姑超厲害的 所以用這個 用這個無人機來搶這個點 無人機在這罐的功用 搶這個點 OK,好 開啟傑哥的技能 我覺得可以開了 有沒有 可以開了 OK,沒有問題 沒事的 沒事的 Alright 很棒很棒 然後快要死掉了 我們還有這個啦 我們還有無人機 所以沒關係 暈眩 剛好這邊也暈得到 OK 喔,尼岩出現了 我在想 我們先把尼岩的護盾打掉之後呢 我們再來開小紅的技能燒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OK 好,可以燒了 燒下去 燒毀 其實小紅的三號技能 我真的其實沒有用過 但是在這一關 讓我覺得說小紅的三號技能 其實不差 挺厲害的 滿猛的 真的滿猛的 OK 然後這隻漏掉 不用理他 他會被那個什麼 對,他會被這個砲台打死 就算他不會被打死 也會被這個小暱風給敲死 有沒有 OK 好,我們這樣子 完完全全就是手在這邊 如果你這邊怕漏怪的話 這邊這個地方 你其實可以放個 已經滿費了 就不需要你了 可以放個 對,可頌吧 對,你把可頌放在這個地方 喔,這下面是怎樣 三個地雷 對,你把可頌放在這裡 對,有沒有 這邊就是這樣就不會漏怪了 然後上面的敵人如果很多的話 你也不用怕 你就放個傑哥的技能 然後注意一下傑哥的血量 不要讓傑哥被打死 然後這邊放個 無人機 我覺得傑哥快要死掉了 不要讓傑哥死掉 傑哥 欸,然後發現這個巨人 居然不會打這個無人機欸 蠻猛的 蠻厲害的 OK 傑哥 傑哥加油,不要死 傑哥靠你啦 靠你啦 傑哥 居然 其實我居然沒有啟動第二個砲台 我居然是有點不及格啊 好啦,給大家看一下E3好了 E3就是 基本上就是個非常緩的特種啊 有沒有,非常緩 對,他就站在這邊 而且他不會 他不會被近戰攻擊啊 除了遠程會打他之外 基本上不會被近戰攻擊 而且他登場的瞬間 他會把你的BGM給切斷 超 超Q的 對,非常的Q啊 好,我覺得應該 不用吧 如果你想要虐待別人的話 你就放兩隻特種緩速 緩在這邊之後我們再開個技能 對不對,燒 燒地板 然後開個傑哥 OK 有沒有,W 一個人就可以守一條路了 這地雷真的好厲害喔 這就是我個人的感覺而已 三個地雷 超級厲害 你就發現這邊根本不會 倒啊 這防線一過來就被暈 除非敵人抗暈眩啊 不然基本上都被W暈到死啊 超猛欸 我真的覺得 這個角色好棒喔 這個角色好厲害啊 你看四個 五個地雷 喔 真好玩耶 真的超好玩 陷阱流 哇 我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我今天拿W 再配深海色啊 梅爾啊 我不知道會變什麼樣子 感覺就很有趣啊 非常有趣 OK 好啦,以上就是這次 算是 有點提前超前喔 那一傷給我的感覺呢 一傷就是一個非常緩的特種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屍蝦的話 我是覺得一傷可以換啦 因為 因為好像打危機合約的時候呢 其實屍蝦跟一傷這一類 就是不會被近戰攻擊的緩速角 對特種 會隱身的特種 其實挺好用的 非常好用 他們基本上只會被遠程康而已 所以 他們可以大幅的拖慢敵人的進攻速度 然後讓你的 比如說讓你的上面高台的火力啊 可以打更多的輸出之類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蠻好用的 我個人覺得蠻好用的 好,這是我個人的想法 好啦,OK 那以上就是這次 W跟一傷的展示影片 雖然W的成分好像佔的比較多 好啦,OK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